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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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追 忙 追 忙 追 忙 走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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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谁会叫做 多大体格 170 170 二宝 出展 哈喽 大家好 今天再给大家带了一个踢管的视频 可以看到这位踢管者 他的体重是170斤 他的年龄是18岁 他的对手年龄是15岁 可以看到他的对手的话 他的体重级别大概就是100出头一些 他们两个体重是形成鲜明对比 这个18岁的小伙的话 他也是没有练过 但是他敢于踢管也是勇气可嘉 可以看到这个15岁的小伙出拳 非常的干脆利落 很明显他在这个搏击管训练 有一年以上的这个训练经验 要不然他打拳没有那么标准 各种肌肤的动作 然后这个小胖的话被打的是怀疑人生 现在他举手失忆 然后的话出现一点状况 可能是流鼻血了 现场的裁判也是非常负责任 好的比赛继续 看一下小胖能不能逆袭 凭借自己这个体重的这个优势 碾压他的对手 很明显从比赛当中可以看到 他是 虽然说体重占优势 但是比赛场上表现来说 一点也不占优势 现在小胖已经被打出了鲜血 他的鼻子 好像是嘴角都是被打出了血 其实你踢管的话 你应该就是会 多少会点格斗搏击 然后私底下也去拳馆练过几天 像这样什么都不会 怎么跟人家打 人家每天都是练习这个的 所以说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上 现在这个小胖的话 只能是被挨打 我可以看到连续的出拳 这位小伙十五岁 也是非常的猛 连续的出拳肌腹的动作 好的可以看到这位小胖的话 直接是被打成了人肉沙包 现在他是毫无还手之力 好的肌腹的动作 连续的重拳 现在这个小胖的话 只能是保护自己的头部 可以看到他没有任何的还击的动作 连续的重拳 可以看到这个小伙也是非常猛 直接是不依不饶 连续重拳可以看到 打到头上 帮帮响 真的是一顿的沙包 现在这个小胖被打的是非常非常惨 业余就是业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